亲爱的家人朋友大家好,我是车哥 今天您可来着了 车在市场花10块钱买了两个大鸡腿 今天车哥用这两个鸡大腿给大伙分享一道 传统老菜 手丝盐鸡鸡 绝对是家庭做法 看完视频你就能学会 首先在市场买这两个鸡腿 给它洗干净的 把里边的血水给它洗干净的 然后咱得简单腌制一下 放点这个小窗 再放点这个姜片 胡椒粉去腥 料酒去腥 放一点点精盐 调底味儿 最关键的几种调味料 盐鸡鸡腿咱们放一袋 这个超市里边就有卖的 它不仅能蒸香 而且也能提四 咱们用手一顿揉出 把这盐鸡鸡腿都给它吃进鸡肉里边的 让这鸡肉充分入味儿 全部抓 抓这个一分多钟 把鸡肉都给抓软了 里边也入味儿了 这工程咱们先放在一边 静止腌制15分钟 让鸡肉充分的入味儿 然后咱们准备两个红纸纸 切碎了 然后放到这个热水盆里边 然后把这个红纸纸给它搅匀 看见了吗 这水的颜色就变成金黄色了 非常漂亮 鸡腿也已经腌制15分钟了 咱们把鸡腿先捡出来 给它抹在鸡腿上面 这个黄色的汁汁水 把这鸡肉简单的上一下颜色 然后蒸锅上去 咱们放锅里边 然后咱们盖上锅盖 蒸煮15分钟 鸡肉先从一边蒸着 咱们把配料切了 紫洋葱切成细丝 好 小米辣椒顶到千丁 洗干净的小丝切段 香菜洗干净的啊 也切段 加点多点顺沫 顺沫 再放一把炸熟的花生米 时间到了啊 打开锅盖 把鸡腿先取出来 再把锅里边油烧热啊 咱们烤一下 就在蒜沫上边 把蒜沫和葱花鸡香啊 咱们简单调味啊 加入白糖 鸡精 鸡盐 少放点海鲜酱油 腾醋 蚝油蒸味 再放一点芝麻香油 蒸香 然后咱们把这个鸡腿啊 给它用手撕上这种宽甜啊 看这个鸡腿肉啊 嫩满嫩满的啊 哎 把这鸡皮先给它撕成块儿 它都在撕成这种宽甜啊 哎 鸡肉全部撕成这种甜啊 咱们给它翻拌均匀 把调味料拌匀了啊 好 然后咱们装盘 吃点 手撕一半好了 来 拉筋一下 刷牙咸咸咸咸咸 看一看 就这鸡肉啊 刷牙敢用人格担保 就不那么长 这鸡肉保冷特别嫩啊 嗯 这鸡肉啊嘎嘎嫩他们啊 特别特别嫩 味道咸鲜 微酸 微辣 特别开胃啊 如果平时啊 爱吃点麻味的 也可以往里面放点啥呀 放点花椒油 味道也别有意外风味 那么好 视频到这儿结束了 如果今天这种做法啊 能对你有帮助 千万别忘了给车哥 点赞 转发 再关注 在这里边先感谢家人们支持了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